第一次挑戰 就是真的很赤裸裸的 把自己最原始的樣子 展現在鏡頭前面 然後也 試圖做一些角色區隔 因為畢竟 這兩位都是 我們就是 台詞背好就好 為什麼 為什麼台詞背好就好 就是非常的 兩位資深的前輩 可以造成我很大的壓力 這個叫做讓妳成長 是是 文星哥就是 對手是妳的 是是是 沒有 我跟你講我跟我妹演戲蠻好的 對啊 我每次跟你演戲的時候會NG 壓力太大 他給我壓力他都會這樣 我沒有注意到喔 你只要跟他對手戲眼睛都不太敢看他 因為他就會 因為沒有他每次我只要不小心NG他就會 唉 要注意他 還有還有綜藝衰 你有沒有綜藝衰 綜藝衰就沒有怎樣 有綜藝衰啊 沒有啊 我瘋了啊 我瘋了啊 沒有大家都很開心啊 你要幫忙 有有有有 如果你在另外一壇找到被撞到死 謝謝 謝謝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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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洗衣服好不好 不在民視耶 我好幸福喔 民視才那麼溫暖好不好 對 文星這就是我 哈哈哈哈 壓力不起來 你十九十七好不好 我還在講誰喔 我還在講誰喔 我家 你有試過喔 蛤 問一下正知識 不會耶 順其自然 沒有任何過 真的喔 好 是耶 你忍很久了耶 蛤 文星 感覺忍很久是不是 他感覺忍很久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忍很久啦 還好啦 還握著 沒有啦 沒有啦 對啊對啊 就是我覺得文星哥 他真的很用心在教我 這是真的 他是真的很用心在教我 所以他就常常會跟我一起 看腳本的時候 他會一起幫我想 欸 我們這場戲有什麼好玩的嗎 有什麼有趣 那天我們在排隊那個 排便當的時候 對對對 就有 你差點哭出來 沒有 沒有哭 那讓我以為是開玩笑的 我知道啊 但是你後面講那段是真的我知道 什麼東西 他講了什麼 文星哥 文星哥他這個人呢 他都是會從玩笑話當中去 透露你 真心情 不是 他會從玩笑話去提醒你 喔 我說你的角色 就是感覺很像 我說要怎麼舉例呢 我說你像那個 雞童嘛 有人在挖架 對 那人一定要跳起來 你知道嗎 你自己在那裡 他講國語 然後 然後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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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才會跳起來 然後他就一直不上身這樣 對 然後一個一個 等一下跳 你卡在那裡 沒有 文星哥他其實後面有跟我講 他說他希望我可以去 做出角色區隔 不要讓每一檔看 都會讓別人看出 欸就是這樣而已 對所以 他也有教我 目前是這樣 不要哭 明明就有驅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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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魚乾女 這次幫 我幫又如特別做一個驅趕 不一樣的造型 還好 還好佩娃姐有幫她做一個 魚乾女的驅趕 不能真的看不出驅趕 欸 欸 欸 對他們上一檔也只能一家人 對我們上一檔就野三角 對因為有過去他常會跟他講整話 然後希望他更 那他都是用開玩笑的方式去 去接受我 你又不要用開玩笑的 不會啊 直接講是不是 直接講就會手心 他更有幫助啦 沒有啦他後來 他都是先開玩笑 然後他後來他就會講講講 不是 因為我看你快哭了 我就不太敢開玩笑笑 這樣是正經 真的有要哭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你的眼眶很累 沒有我只是覺得 他說蛤真的 他說蛤真的 他本來哈哈 他不覺得耶 他還說蛤真的 他很建議啊 就蛤真的 本來 他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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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像尷尬 終於聽懂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其實也是不錯 沒有啦 但重點是 對齁是不是 有壓力齁 但其實壓力使人成長 對 對 安慰的感覺 沒有啦 跟他應該是還好啦 跟他直立也是放心啦 對啊 對啊 你講得好像你很棒 有有有有有 不錯不錯 這樣啊 你放心 非常好 我們要一起投資 我除了要教你 我還要回家健身一下 他都嚇人家 沒有 因為 你這 等一下 不是那你自己說嘛 你要不要穿 相愛相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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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流程合 沒有 一台我就說 我跟你講喔 我先跟你 我給你打回頭 你不要 你 你不要叫我扛你喔 扛不起 你要跟 你要跟譬話解說 不能 因為他 因為他的底盤是屬於 法拉利等級 我只能扛 國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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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本人 我是亞瑞斯 你們要談戀愛嗎 你們兩個 對啊怎麼談啊 我可能會相愛 江西拿 哇 江西拿 哇 哇 那寫好幾場 你要扛他這樣 我要扛他喔 真的還假的啦 扛起來 耶 那我要多吃幾餐 那你要吃兩個便當 吃兩個 要不要怕教練 一個摔角選擇 你應該可以做得很輕鬆 要開始緊張了 要開始緊張了 緊張了喔 你可以幫我寫一場夢境 然後我獨打他了 我會很感謝你們好不好 現在要拍電影 這樣才願意一點扛 對對對 他就是扛著緊張 對 扛著他太吵了吧 所以你們已經有拍過 你扛他了嗎 還沒還沒 我之前第一天見面 我就先跟他說 我告訴你 你什麼消息 我告訴你 而且他這件事情 不是跟我當面講而已 他是跟好多人都講 我都還沒有跟他對到戲 然後那個外景當然就說 欸 我跟你說 那個黃溫馨告訴我說 千萬不要 就是他 他如果要扛你 他絕對扛不起來 然後我到那個 外景的時候 我沒有跟外景當面講 那為什麼他會知道 傳言傳言 欸你知道我每到一個地方啊 外景 外景就說 我心就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一直聽到 我都還沒有進主 溫馨哥就一直在撩我 他瘦很多 他瘦很多 瘦很多 只是腳無法瘦 你很快 啊 啊 溫馨 溫馨 你不要這麼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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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節目就由你做主持 沒有 沒有 所以 如果要搞笑 你怎麼這麼活潑 他就是這樣 所以你在聽人家都這樣子嗎 他平常試一下都這樣啊 還是等一下就是看扛他一下就好 我扛喔 等一下就扛 誰是我 啊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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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